今天的教程咱们画个祈福卡片 本来这个主题是为了高考的学子们准备的 但是错过了发布时间 不过也没有关系 就当于于祝大家身体健康 心情愉悦 万事顺意 开启今天的教程 新建画布 尺寸4500x6000像素 这是图层分布 更画的可以参考 线稿和色卡放在评论区有下载链接 先绘制线稿 打开绘图指引 编辑绘图指引 选择对称 点击选项 选择四项线 就可以绘制出四项对称的图形了 关闭绘图指引 把图层上的绘图辅助也关闭 绘制紧里的线稿 降低线稿图层的不透明度 把边框图层的绘图辅助打开 按照线稿描绘一次边框 画完边框把绘图辅助关闭 点击选取工具 选择自动 笔尖在屏幕上向左滑行 把缺值变为零 就可以选取边框中间的区域 选择底色图层 给刚才选择的区域拖拽填色 这几个带有小箭头的图层是剪辑蒙版到底色图层里的 绘制指纹 图层样式 线性加深 一笔图层上不要断触 绘制于深 图层样式线性加深 用液化工具调整一下鱼身的形状 用液化工具涂抹尾部的边缘 阿尔法锁定图层 边缘叠加一些黄色 绘制于其底色 图层样式线性加深 用涂抹工具沿着鱼切摆动的方向涂抹 涂抹 涂抹完之后用橡皮擦稍微调整一下 阿尔法锁定图层 给鱼切和鱼尾叠加一些蓝色和黄色 绘制于其纹路 图层样式线性加深 购化线条的时候 注意笔压的轻重变化 阿尔法锁定 鱼尾的下端叠加一些蓝色 绘制于斑纹 涂层样式正片叠底 用橡皮擦擦 橡皮擦摆一下边缘 绘制绳结 用涂抹工具单向涂抹尾部 柱子之间画上绳结 用橡皮擦擦除柱子挡住的部分 用橡皮擦 把柱子中间轻轻地擦掉 把背景颜色改为黑色 绘制荷叶涂层样式线性加深 用橡皮擦修饰一下 二发锁定 叠加一些黄色与鱼相呼应 绘制金箔 涂层样式为亮光 金箔笔刷左滑复制一份 把这几个设定按照我的数值修改一下 画上金箔 提亮井里的高光部分 换回原来系的金箔笔刷 勾勒出几根金色的鱼鳍 绘制水珠 复制一份调整参数 点击下方的笔刷图形 把合并模式改为差值 注意笔压的轻重变化 画出渐起水花的形状 二发锁定 加深一下中间水花的颜色 绘制水花的高光 再喷洒一些白色的水珠 隐藏线稿涂层 盖上印章就完成了 看一下整体效果 喜欢的宝宝记得三连支持一下鱼鱼哦 笔心 关注我 灵机处学国风插画 下期再见咯 拜拜